台南警方抓到一個磚偷宮廟的貫切 這個小偷白天是水電工 晚上就化鮮為宮廟大道 假裝成香客潛入宮廟之後 用油壓檢破壞了鎖頭來偷香油錢 警方後來調一間氣器 以車追人鎖定了犯嫌 將他逮捕到岸 驗生了 台南白河區這間福德慈廟 廟宮已經返家休息 沒有人看管 男子假裝香客 戴著口罩潛入宮廟 是用油壓檢把鎖頭剪斷 然後把香油錢全部偷走 小偷一個晚上連偷了兩間宮廟 廟方在被偷以後立刻報警 警方釣入了宮廟和路口監視器 以車追人鎖定了犯嫌 並將竊賊逮捕到岸 根據警方的調查 這名冠妾年紀很輕 才二十多歲 白天是水電工 一天賺一千多塊錢 晚上則是拿著油壓檢 专條宮廟下手 從屏東一路往北偷到了台南 林賢可能上涉嫌他下其他刑案 冠欺的行蹤遍布了南台灣 落往時一度否認犯刑 直到警方出示監視器畫面 這才俯首認罪 他跟警方共稱 因為欠債 挺而走險 但警方抱持懷疑態度 由於證據確鑿 全案依切到罪嫌 把他移送法辦 記者姚文華台南報導 李宗盛 李宗盛